记者中志鹏台北报导大S与汪小飞的婚变消息 借高度关注 汪小飞在著作《生于1981》一书中 自曝自在家中的地位不如一只狗 小黑 为了那只狗 小飞清楚明白两件事 第一 我老婆的脾气太强 不能降 顺着说还行 你要将她 她能比你还绝 第一 我在家里的地位不如小黑 汪小飞自曝在家中 为不如一只狗 图皇冠文化提供一个被误解制的人 通过徐徐道出的心声 希望与世界和平共 大S徐希院士大爱岁老公汪小飞在台湾出版的书 《于1981》的推荐话语 显示大S对汪小飞的用情之深 结 后小孩出生前两人一起在上海救了一只小狗 S与汪小飞光速项链走入婚姻 明星才子结合 一 是美光灯焦点 童话般的爱情生活中 一定有风 对于大S的脾气 汪小飞因为一只黑色的中华田 犬狗 见识到老婆的个性 刚结婚之后 有一年两去上海 那时候小孩子还没出生 在刚下过雪的海街头转角处 突然看到一团黑黑的 才出生个流浪毛小孩 大S突然做了一个举动 用后围巾把狗裹起来 临时改变形成 将小狗送去动物医院 此小黑成了家族的一员 大S跟汪小飞非常疼爱 黑 因为小黑见证了两人的爱情 时间长达八年之 汪小飞自爆在家中地位不如一只狗 此未适宜 非当是狗图翻设字PIX被小黑的地位 比我高 汪小飞 婆的脾气太强了 汪小飞在著作生于1981暴露自己家中的地位 不如一只狗 她说 小黑奇迹般的活 来了 在家里养了起来 我老婆带她如同亲生宝 开玩笑说 有时甚至我都有些嫉妒了 一天夜里 迷迷糊糊起来上厕所 翻身下床 穿上拖鞋 刚迈一步 就觉得脚踩在一块特别松软的东西上 滑腻的 差点给我弄个跟头 紧接着 一股难以形容 气味扑鼻而来 我有种极其不祥的预感 把鞋翻 来一看 好家伙 一坨狗屎 我气急败坏 先吞去拖 然后满屋子找小黑 她早已不知藏在哪里了 我 回头来找我老婆 你看看 你看看 你的宝贝 干了 魔好事 谁想 她竟然扑齿一声笑了出来 哈哈 你 然踩到狗屎 你再不好好管管她 我就把她扔出 我那是气话 真要扔 我也不舍得 何况当初是我 一起努力把她救活的 不可能轻易放弃 谁想 她 认真了 脸一拉 头一扭 那股墙进出来了 好啊 你 她 我就走 她在 我在 我知道以她的性格将她 她 比你还绝 我知道 以她的性格 真能做得出来 我 输了 那次 我清楚地明白了两件事 第一 我老婆 脾气太强了 不能降 顺着说还行 你要将她 她能 你还绝 第二 我在家里的地位不如小黑 汪小飞 扑在家中地位不如一只狗 图皇冠文化提供她 会对着跟我吵 只会默默坚持自己认准的是那 我们婚后第一次争执 其实都不能算争执 很快 过去了 她知道我说的是气话后也就缓和了 像 种小波兰还有不少 但我们吵不起来 因为她不对着跟我吵 只会默默坚持自己认准的是 如果 使到自己错了 她就自己消化 想明白了气也就 聊 总的来说 她万柔内刚 我嘴硬心软 碰到一起 点不起来 我老婆喜欢小动物 她家一直养小狗 兔子 不管养什么动物 她都对它们颇为浇灌重 表现之一就是不把动物关在笼子里 所以每次 她家 都能看见鸟满天飞 兔子满地跑 狗沸叫步 的盛况 那只鸟是一只八个 名叫小乖 实际一点 不乖 她仿佛知道我老婆纵着她 就专找她欺负 一回 她躺在床上背着背着台词就睡着了 梦中 绝有一股意味扑鼻 头上好像有什么东西 她用 一抓 黏呼呼的 一睁眼 发现小乖 发现小乖真在她头上头 了一颗炸弹 尽管如此 她依旧宠着小乖 小乖就 本家里 每次她一回家 小乖就围着她的头飞 追 捉她 我老婆脸色一变 一喝吃她 她就赶忙逃走 气至极 她家中常能发现狗屎 鸟屎 兔子屎 她倒 不麻烦别人 总是自己一点点收拾 去她家久了 的洁癖也在不知不觉中被治好了 汪小飞自曝 家中地位不如一只狗 图皇冠文化提供本文摘 皇冠文化集团 评装本出版社出版之声于1981